大家好 歡迎收看明報530 今天是4月19日星期三 聯邦公務員大罷工今天開始 參與罷工抖冊線的公會會員 4小時可以拿到75元 平均時薪很奇怪 比聯邦最低時薪的15.5元還要低 一個家航旅客乘搭飛機去美國 家航的系統竟然說他沒有上過飛機 還取消他的回程機票 導致他賭卸羅蟹 副總理兼聯邦財長方偉蘭 本來說了一番說話 是安慰大家 結果還被人罵是壞人 究竟他說了什麼 細心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有搭飛機出行的計劃 一定要小心 不要像往事居民Antoni那樣 花了12元買機票 計劃好在今年2月 大同妻兒和外府等一行7人 去古巴旅行 但就因為外府的名字 在機票上少了一個英文字母S 而不能成行 他說這次的教訓提醒大家 在出機票的時候 必須要好小心 確保機票上所有的資料正確 而對於機票資料出錯 不同的航空公司有不同的政策 有些航空公司 允許乘客在24小時內免費更正 他說當日他們一家7口 如期抵達皮訊國際機場 外府是意大利人 他的名字是Pasqually 但機票上是Pasqually 少了一個S英文字母 他們最初以為 這是很容易解決的問題 但West Jack的職員跟他們說 他們不獲授權更改機票上的名字 令他們感到錯愕 他說我們只是想航空公司的職員 更新外府機票上的名字 雖然職員表示 其餘六個人可以先上機 但他們都不想留下外府一個人 最後全家人都沒有上機 他認為一家7口 只因機票上少了一個英文字母 那麼小件事而無法成行 簡直是瘋狂 由於他們一共有7個人 他是按West Jack的建議 透過電話訂機票 對此West Jack的發言人Julia說 由於外府獻缺一些文件 以及提交的文件不正確 所以才導致他無法登機 但航空公司的職員已經盡力 航空公司願意退回外府的機票錢 並為其他家庭成員提供 相當於他們錯過航班的旅行積分 Antoni說 West Jack最初只給回4,000元退款 和旅行積分 但後來航空公司 將這個退款額提高到1萬元 再加旅行積分 他們對此感到相當滿意 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出門會發生甚麼意外 真是說不買 有人就上不到飛機去旅行 有人就去完旅行 上不到飛機回家 25歲的多人多市居民 穆奇·尼克和兩個朋友 在4月6日 飛去美國佛羅里達州的 奧蘭多打高羽呼球 4月9日便回到多人多 誰知 回程當天他確認時 才發現自己的機位被取消 而他兩個朋友便沒有問題 他立即打電話 為他訂機票的中介公司 American Express Travel 和家航 但兩間公司都表示 根據紀錄 他由始至終 都沒有搭飛機離開多人多 而根據家航標準的操作方法 如果乘客沒有登上出發的航班 這樣他回程的機位便會被取消 事實當然不是這樣 他都玩完現在要回家 於是穆奇·尼克便主動提出 可以出示當天的登機證和行李牌 證明他當天是有上飛機的 家航的顧客服務員聽到這樣 都不知說什麼好 正是說他們無能為力 叫穆奇·尼克聯絡顧客關係部 而這一下便論到他沒有負負 唯有另外花700元 在原來的航班上買一張多人多的單程機票 但之前他已經用了800元來買來回機票 前後要他花了1500元 家航發言人Peter Fitzpatrick 表示 他們正在調查事件 但初步相信事件與電腦系統有關 他說那個航班上乘客的名字 的確在系統上曾經被取消 但很快又恢復 其他乘客都能重新預訂和按計劃旅行 不過似乎穆奇·尼克的名字 就在系統中未有重新被紀錄和重新預訂機票 而有關事件仍在調查之中 其後穆奇·尼克接到家航的道歉 亦全數獲得1500元的退款 一個在家航做了20年的職員 就向他表示 過去從未發生過類似事件 今次是非常罕有的個案 我是RD Up 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最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 Town是你的首選 全國15萬5千名聯邦政府公務員 今天開始罷工 大部分聯邦政府的部門工作都受到影響 不過必要的服務就會繼續運作 這是加拿大自從1991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工潮 總理杜魯多呼籲勞資雙方重返談判場 全國最大的聯邦公務員工會 加拿大公共服務聯盟大約有15萬5千個公務員 而真正罷工的只有大約11萬1千人 因為其餘的3萬人屬於必要職位 是需要繼續提供服務 受影響的部門包括農業及農糧部門 加拿大稅務局、祖瑞部、海洋及海洋部門 海岸衛隊、運輸部、原住民事務部 就業及社會發展部、環球事務部、移民部、公共服務及採購部、皇家劇警 以及退伍軍人事務部等 其中稅務局表明 工潮期間會優先處理福利金的發放 確保兒童福利金會如期發出 當局亦沒有延長報稅期限 並且會繼續接收報稅表 其中網上提交的大部分報稅表會由系統自動處理 罷工的公務員 目前在全國250個地點架起糾察線 其中在國會山莊有大約2千人 總理辦公室外面也有幾百人 工會的成員 如果每日參與糾察線4個小時的話 每日可以拿到75元的糾察員津貼 即平均時薪大約是14元 比起聯邦最低時薪的15.5元要低 而罷工的公務員會被僱用機構停止發放薪金 工會會員有權不參與罷工而繼續上班 而獲取薪金 但會被工會視為公賊 糾察線的作用 包括阻言這些不罷工的人和管理層上班 並且對這些部門尋求服務的人作出阻攔 宣揚工會罷工理念後再讓他們進去 總理杜魯多今天在國會山莊說 勞資雙方必須繼續談判 他說 加拿大人絕對有權得到他們想要的服務 我們明白尊重勞工權利是很重要 今天只是服務中斷的第一天 讓我們確保在罷工過程中 勞資雙方繼續坐下來談判 繼續為加拿大人努力工作 沒有親自送什麼禮物? 在二和電營凡購買滿500元的貨品 便有機會迎娶Panasonic按摩椅和其他小家電產品 活動日期至5月13日 快點來我們門市購買吧 在多倫多士加堡中心的加拿大中心 Canada Center外面 今天大約有五、六百個聯邦僱員在罷工 他們主要聚集的地方是在大廈前面的廣場上 並沒有阻塞大廈的出入 同時也只是象徵式地拉了幾條短短的黃線作為糾察線 對市民的出入並沒有干擾 之前有關罷工的消息已經傳播得非常廣泛 來到聯邦大廈辦理聯邦事務的市民不是很多 一位說自己英文不好的華人長者黃先生 雖然已經知道罷工的消息 但是他還是想親身過來看看 因為他等著要拿本護照上回中國探親 連個鼓起的黃先生原本的護照已經辦好了 而且當有護照的瓜號信也寄到到他家 偏偏他那天不在家沒有簽收到 於是瓜號信又打回頭回到屋泰華的重報 黃先生說我英文不好 我沒有辦法打電話去問 所以想親身過來找護照辦公室的人問一下 怎樣才能拿到護照 我今天還特地拜託一個英文好的朋友跟我一起來 就是想辦這件事 沒想到又遇到他們罷工 黃先生的朋友 向藉手的員工詢問 你們為何要罷工 你們還要罷多久呢 那個員工用兩隻手指做出數錢的手勢 一面無奈這樣回答 我都不知道要罷到什麼時候 聽到這個不算答案的答案 黃先生也找好無奈離去 他說因為受到疫情影響 原本想回鄉下探親的計劃 一拖再拖 很不容易等到疫情平息 今年夏天就想回去一次 現在中國簽證都很難搞的了 排隊已經排到7月份 但是我現在連護照都沒有 那排隊的資格都沒有 真是急死人 那位留守的員工就說 如果已經約好日子來拿護照的話 市民依舊可以來拿 但是如果想詢問有關護照的具體事宜 那就一定要等到罷工結束之後才可以提供服務 員工面前有個告示寫著 由於勞工問題、護照服務僅適用於以下人士 有經濟困難風險的客戶 依賴旅遊作為就業來源的客戶 他的收入保障會受到威脅 因為醫療原因必須旅行 或家人去世、生病的客戶 出於同情理由被認為是情況緊急的客戶 除此之外 所有請求暫時不以受理 另外一些穿著稅務局背心的留守員工也說 網上報稅這些服務會如常進行 但是如果想要找人做詳細的諮詢 就一定要等到罷工結束之後 廣東人有句俗語叫開口及著理 副總理兼聯邦財政部長方偉蘭 現在可能對這句話深有體會 因為去年11月發表聯邦政府的秋季經濟報告 他試圖透過講述自己個人的理財方法 去消除加拿大人對於生活開支飆升的擔憂 誰知不講好過講 講完就被人鬧猛 方偉蘭當接受訪命的時候說 作為一個母親及妻子 我每個月都仔細地檢查我信用卡的帳單 在上星期一我告訴我的小朋友 你們現在大了 你們不要再看迪士尼 讓我取消Disney Plus的訂閱 他接著說 我相信我需要採取完全相同的手法 來管理聯邦政府的財政 因為這個是加拿大人的錢 他這段訪問一出 短短幾天之內 看的人接近一百萬人次 而他的辦公室收到大量的電郵 這些電郵都是罵他 他是自以為是高人一等 無能和享有得缺 他現在淪運成千上萬 加拿大人眼裡的衰人 一個身患殘疾的單親母親 在他的電郵裡面寫 我為了確保我十歲的兒子不會捱我 我有時自己不能不食少爹 他說 對於那些真正在掙扎的人來說 方惠蘭絕對是打了他們一巴掌 一些人在電郵裡面說 我們早已取消了Disney Plus的訂閱 但是我們要知道 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取消 我們分攤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的補貼呢? 聯邦政府在2022年 向加拿大廣播公司提供了12億的經費撥款 相當於每一個加拿大人要分攤30元 另外有些人就說 貧窮不是一個選擇 聯邦內閣部長在今年賺取的薪金 是超過了28萬9千元 但是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統計數據 安省居民在2020年的家庭收入中委數 只不過是79,500元 聯邦財政部的官員 曾經在去年11月7日 對社交媒體上的言論進行了調查和分析 發現在短短兩天之內 在社交媒體上提及方惠蘭和Disney Plus的言論 多達1萬3千次 我們的總理已經不時因為做了很多事情被人罵 現在副總理又說錯事情被人罵 真是一淡淡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3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9度 大多倫多地區明天的普通無原汽油價格會低1千 每公升163.9千 22歲無業女子 涉嫌與其他人串謀和清19歲女學生被綁架 要求女學生父母交出2千萬元贖金 並且拍下市主的裸照 傳送給市主的父母 這個無業女子否認一項串謀詐騙罪 她說自己同樣受到人的威脅 如果她不聽從就會被捉到北京 案件今天在區域法院開審 控罪指 女被告胡詠心 在2021年9月18至21日 在香港和一個自稱為劉健的人 或其他身份不詳的人 村謀詐騙姓劉的男子 虛假表示她的女兒正在被禁錄 她必須支付港幣或人民幣2千萬 控方開案陳詞說 姓劉女事主在2021年8月 在內地來到香港讀書 同年9月15日 她接獲一個自稱公安男子的電話 說她涉嫌洗黑錢 要求她配合調查 兩天後 自稱劉健並說自己是公安男子 要求事主提供銀行戶口和密碼 接著一個女子和事主視像通話 要求事主脫去衣服 對比她是否有涉嫌犯的特徵 事主照辦 去到9月18日 劉健要求事主交出58萬 以證明她並非疑犯 但事主並沒有聽從 兩天後 被告胡詠心出現 將事主帶到大嶼山一間酒店入住 同日傍晚大約6點 身處內地的事主父親 知道妻子收到三張女兒的裸照 她自己也收到裸照 對方要求她交出贖金 於是報警 在翌日凌晨 警方在酒店拘捕被告胡詠心和找回事主 被告在警戒下表示 她又受到劉健的指使帶事主去酒店 對其他的事情她一概不知 又說自己同樣遭到威脅 她不得向人提起這件事 否則她就會被捉到北京 並且調查她的父母 如果她不提供協助 她就會被帶回北京受審 審訊明日繼續 東區醫院急症室一個病人 前日在急症室無障礙廁所內不省人士 其後不治 醫管局今天公布 現在正在部分急症室試行引入科技系統 包括在部分急症室無障礙廁所試行安裝感應系統 如果病人在廁所內跌倒或是靜止一段時間 系統就會發出警報通知醫護人員 急症室會派人提供協助 醫管局也計劃在今年第三季開始 在部分醫院急症室試行引入病人定位系統 合適的病人在同意後 會在登記時獲發定位器 系統可以追蹤病人在急症室位置 如果發現病人情況異常 醫護人員就可以即時找回病人及提供協助 醫管局發言人說 日後新落城的醫院急症室 都會裝設這種系統 並且會分階段把系統擴展到更多醫院的急症室 另外 醫管局即日起 會採取一系列加強人手監察病人情況的措施 包括提醒急症室職員加強巡視病人等候區 加密去到每小時巡視急症室廁所一次 病人在接受治療之後 會盡量安排風險較高的病人 在靠近醫護人員的地方等候 好久不見 今晚看到相同的你們 謝謝 同樣的聲音 同樣的掌聲 同樣的笑容 我現在看得到你們了 這一次我們要回來香港之前 然後 然後就有 就有同事 公司的同事問說 欸 問我說 你是不是最想念那個洞 洞鈴茶 我說 沒有沒有 這下不一樣 因為我以前 之前都是喝那個洞鈴茶 每天我大概喝五到六杯 但我跟他說不是 因為我覺得 這一次回來呢 最想念的就是 你們所有人的聲音 所以呢今天 可以讓你們 現場兩萬人的聲音 在整個維多利亞港 讓全香港都聽到五月天的聲音 好嗎 香港 晚安 非常感謝 就是 這麼多朋友 在 這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好久沒有見到 大家 然後再回到香港 還可以看到這麼多人 聚在一塊 多謝大家 這個廣東話 好困難啊 好像都快忘光了 這幾天把它補回來好了 大家好 我是乖手 好靈啊 哎呀 好靈啊 真的是太久 沒有見到大家了 剛剛 就是一開始上台的時候 然後 一踏上台 然後聽到大家的 歡呼聲 其實有想到就是 好久好久以前 第一次來香港演出的 那時候 大家 接待五月天的那種熱情 和美 同日廣東杏 正好 讓各位 我們親們的支持 mouse 鳶 полез 圣 Horse 几个星星给我们以作鼓励 办法很简单 只需要在Facebook网站的Stars 购买星星 然后在我们视频的左下角 点击星星标志 多点升我们 让我们可以用更好的设备 更多的人才 发掘更贴地 更过瘾的新闻送给大家 明报530 陪你每天度过53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